男人怀疑妻子背叛自己 竟然在她后背贴上二维码 而这一切女人却浑然不知 紧接着男人用手机扫上面的码 果然看见妻子的定位 不知情的妻子 换上漂亮的衣服准备上班 陈好说早饭已经做好了 安娜却说今天要谈个大单 中午不要带孩子来公司喂奶 于是假装跟老公亲热一下 便招手白白 原来陈好是个家庭主夫 每天在家做饭带孩子 陈好想给妻子一个惊喜 便抱着孩子出门去妻子公司 可男人来到公司询问同事妻子哪去了 同事却说安娜今天根本没有上班 而男人说早上妻子还告诉自己 今天要见重要客户 眼看男人不信自己 于是同事拨通妻子电话 安娜此时却在相好的床上 看见是同事来电 接起电话假装身体有样 殊不知陈好就在公司 紧接着跟同事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要在家休息几天 陈好听到后脸都气绿了 然而更过分的是 安娜边通话边跟小帅眉来眼去 话断电话后陈好确定 自己已经被妻子绿了 而另一边安娜却跟小帅忙着打扑克 男人抱着宝宝走在大街上 心想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任劳任怨做家庭主妇 就是想让妻子安心工作 没想到女人却跟小三 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 于是男人拿出手机 看着妻子的定位 决定找他讨个说法 就在二人还在互相探讨人生时 陈好突然打开肛门 对着女人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臭骂 安娜赶忙解释是来谈生意的 懵圈的小帅问男人是谁 陈好气冲冲地说是女人老公 小帅此时才意识到被安娜欺骗了 陈好看着水性洋花的安娜 直接让他净身出户 小帅也气得立马跟女人分手 最终安娜人才两空 男人怀疑自己被绿了 竟然在妻子后背贴上定位器 而这一切 妻子却毫无察觉 还让老公给自己戴上项链 陈好询问为何要如此精心打扮 妻子却说一会要见闺蜜 不料下一秒 电话突然响起 安娜一看竟然是相好打来 于是谎称是闺蜜电话 陈好质疑安娜为何不接电话 妻子无奈接起电话 相好则早已迫不及待 说新床单都已经铺好 就等着见面相互切磋了 安娜假装回答闺蜜一会见面 跟老公亲热一下后便转身离开 却不知老公在后面偷偷跟踪 做贼心虚的安娜又拨通闺蜜电话 主妇闺蜜如果老公电话查岗 让闺蜜给自己打一下掩护 闺蜜很爽快地答应 声称这又不是第一次 殊不知陈好躲在树后听到一切 就在安娜照镜子时 却突然看见老公的身影 吓得他尿不湿都尿湿了 转身却不见人影 以为自己出现幻觉 还不停地安慰自己 接着又拨通相好电话 说自己今天有不祥的预感 最好不要见面了 小帅却说都好久没有切磋了 主妇宝贝路上小心点 随后安娜挂掉电话 一路上他小心翼翼 而老公却偷偷跟随 没想到陈好突然被老婆甩掉 好在他手机上安装了定位器 很快就在小帅家门口发现老婆 紧接着拨通安娜电话 询问老婆在哪里 妻子却说准备跟闺蜜一起逛街 便不耐烦地挂掉电话 紧接着跟着香好来个拥抱 便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 看见眼前一幕的陈好 气得直接把绿帽子甩到地上 来到房间的二人 便不停地秀恩爱 紧接着香好又拿出九块九的香槟 想跟安娜一起来个浪漫午餐 没想到门铃突然响起 吓得二人顿时没有了兴致 不料打开缸门发现竟然是陈好 陈好借口想进去喝茶 却被小帅挡在门外说 还是出去喝一杯 然后说自己回去拿钱包 香好告诉安娜老公就在外面 安娜顿时不知所措 忍无可忍的陈好 直接破门而入 拍着巴掌还说老婆做得好 得知消息的闺蜜也回到家 看见每次给闺蜜打掩护 竟然是跟自己老公约会 安娜却解释 跟小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 陈好让二人心服口服 直接亮出妻子后背的定位器 看见眼前一幕的闺蜜 再也受不了让小帅净身出户 直接把她赶出家门 紧接着把安娜也轰了出去 同命相连的二人拥抱在一起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女人将二维码贴在丈夫后背 女人吓坏了 谎称刚才用力过度 接着又转身拿起一瓶辣椒酱 倒在有二维码的位置 随后轻轻吐几下 皮肤的灼痛感瞬间袭来 她抱怨女人干啥啥不行 吃饭第一名 女人不敢反抗 看得出她十分害怕自己的丈夫 殊不知她会因此付出惨痛代价 男人受不了疼痛 急忙来到医院 想让医生检查下 医生看到她后背上的二维码 觉得上面的纹身很特别 可男人表示自己并没有纹身 睿智的医生觉得不对劲 于是装作给她检查的样子 谁知里面的内容让她大吃一惊 医生这才意识到 眼前的男人是个家暴狂 为了救出可怜的女人 她有个大胆的想法 要求去男人的家里看看 这让陈好十分怀疑 医生说这是为了找到过敏源 能够对症更好的治疗 看到医生认真的样子 陈好放下所有防备 带着医生来到她的家里 一进门男人就警告妻子 不要乱说话 否则有你好看 随后进屋去找过敏源 医生趁机告诉女人 二维码上的内容她已经看过 叫她千万不要声张 这时男人拿过来一盆植物 询问医生 这是不是过敏源 医生假装看了一眼 说绿植不会引起过敏 随后提议让她洗个澡 会暂时缓解皮肤的不适 等丈夫离开后 女人带着医生来到卧室 鼓足勇气脱掉外套 露出伤痕累累的身体 没想到家暴男如此可怕 于是掏出手机想录下证据 没想到男人突然闯进来 看到这不雅的一幕 她还以为医生是个色狼 妻子上前解释 却被男人一把推开 随后想把医生打报废 关键时刻 她赶紧打开药粉 对着男人夸地吹过去 陈好还以为没事 结果下一秒 她就感觉浑身无力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女人则趁机逃了出去 此时陈好呼吸困难 她恳求医生给她解药 没想到医生给她倒入一瓶镇定计 然而她并不知道 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没事了 就当医生要走时 男人突然抓住她的手 想要继续对她施暴 结果她变得毫无力气 这时女人也带着警察赶来 男人见无力回天 直接晕死过去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在医生的帮助下 女人也终于摆脱家暴难的控制 丧尸能有多自律 早上用石头练习打鸟蛋 训练大脑支配身体的协调性 接着用树枝学习加板力 活动手指的各个关节 晚上利用跑步机锻炼走路 摆脱丧尸行动缓慢的速度 再躲到山洞里 咬住树枝重新学习说话 为了提高学习速度 她还会练练顺口溜 饿的时候刚好看见兔子 但由于丧尸的行动太过缓慢 兔子就在眼前 可还是追不上 随后她竟然两眼变白 直接饿昏了过去 等陈好再次醒来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兔子 已经变成了一坨马赛克 接受不了现实的男人 来到了悬崖边 她毫不犹豫地直接跳下去 可却啥是没有 她忘了自己是具丧尸 根本死不了 只能默默接受了自己丧尸的身份 晚上遇见一个小姐姐 冒出的香甜味道 她张嘴就要咬 小姐姐却以为她是乞丐 直接给她一千块零钱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这天她躲进一个空房子里 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 人类暴打丧尸的画面 男人被吓坏了 那她怎么变成丧尸的呢 就在刚刚的一年前 一群人在偷摸地排放化学废水 把化学垃圾全部倒在了荒山里 而她就在垃圾堆里 陈好慢慢爬起身 下意识地掏出一包烟 想抽一口压压惊 可烟竟从蛋孔里冒了出来 原来陈好是被人枪缩后 又被化学废水感染 才变成丧尸的 再次醒来的男人 已经失去生前的记忆 他现在必须好好装成人 寻找事情的真相 果然经过多年的训练 他打鸟蛋一打一个准 而且筷子用得比人还溜 跑得更是比兔子还快 但每天吃鸟蛋也吃腻了 他想换换口味 可身上又没钱 就在他吃饭时 意外目睹了一桩命案 他上前查看 发现了一串钥匙 还有一张名片 原来这个人是个侦探 随后按着名片 找到了他的住址 于是他决定代替死者的身份 在城里赚钱 成为一名丧尸侦探 没想到第二天就来活了 客户想让他找自己的小狗 陈好根本没兴趣 就敷衍地回复了他 找人一千动物五百 客户爽快地答应了 陈好以为发财了 按照行规 可是照镜子一看 自己的这副熊样 该怎么出门呢 这时电脑里 弹出了一个广告 我的天哪 竟然还有这玩音 丧尸把遮瑕膏涂在脸上 这迷人的感觉 瞬间让他无法自拔 随后胳膊腿上全都抹上 黑黑呼呼的丧尸 很快变成了迷人偶爸 就是有点费遮瑕膏 变身结束后 便美美地去见客户了 可是眼前的客户 却是三个小屁孩 原来客户说的五百 竟是五百韩元 折合成人民币 刚好三块五 女人看到这一幕 以为她是个欺负小孩的变态 说着就要把她带去坠局 男人见状撒腿就跑了 后面的人越来越多 可怎么都追不上她 没过两个小时 把他们都跑岔气了 自己都不带喘的 安娜见状 拿起了旁边人的头盔 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夸得砸中男人脑袋 陈豪倒在地上没了反应 安娜吓坏了 糟糕的是没有了心跳 她认为自己可能杀人了 这时救护车来了 但怎么测量数据都是零 这时陈豪突然坐起来 随后男人又被吓晕过去 再次醒来时已经在医院 害怕丧失的身份暴露 于是便溜走了 可刚出来就被什么挡住了去路 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客户要找的狗子吗 男人看到他 突然想吃狗肉了 这时他看到 楼下开个肥肠火锅店 他开心的笑得合不拢嘴 原来肥肠火锅 是陈豪一直以来的动力 没钱怎么办 他只能卖一赚钱 跟着这帮人一起跳丧失舞 靠着他的本色出演 瞬间征服了全场 舞蹈结束后 老板娘给每个人 都准备了一份肥肠火锅 可陈豪却躲在后厨 大口大口地吃起了生肥肠 随着大家的惊吓声 男人也逐渐恢复理智 匆匆逃离了现场 饥饿的他又来到荒山里 这时他发现一头梅花露 很快两眼放红晕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 眼前又是一坨马赛克 原来每当饥饿的时候 丧失的本能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天他来到城里 看到广告牌上的小女孩 瞬间失去了理智 冲上前用力敲打着玻璃 直觉告诉他 这个女孩可能和他生前 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第二天一个男人打来电话 按照提示地址 他来到一片空地 男人说真相就在车里 他透过车窗看到了一个礼盒 就在打开门的一刹那 汽车瞬间爆炸 原来男人要置他于死地 看到漫天大火 以为陈豪死了 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陈豪却毫发未伤地走了进来 男人吓傻了 而他却不知道 陈豪却是丧尸 只是被甩到了旁边 可正因为这爆炸声 让他想起生前的记忆 原来陈豪是那个女孩的贴身保镖 在元旦这天 女孩被人绑架了 正当陈豪准备救女孩时 被男人一棍子打晕了 再醒来已经被五花大绑 并被这个男人枪杀了 小女孩也死了 想起过往的记忆 愤怒地冲上前 紧紧几拳 就把男人打了个半死 随后只听见砰的一声 陈豪便倒在了地上 男人高兴坏了 拉起了痴呆的妈妈准备离开 可老奶奶却一直望着陈豪 这时她突然起身 丧失的本能 已被释放了出来 慢慢走向了男人 男人看到他怎么也打不死 连开几枪命中要害 可却没有任何作用 男人再次射击 可老奶奶却突然冲了上来 替陈豪挡了一枪 陈豪顿时想起了一切 哭得提不成声 老人竟是他的妈妈 他之所以痴迷 肥肠火锅 因为是妈妈的味道 原来妈妈得知 儿子去世消息后 就得了老年痴呆 这个变态的男人 因为从小失去了亲人 他和妻子又没有孩子 所以想把小女孩抢过来 当自己的女儿 并拐来敏昊的妈妈 来给自己做妈妈 看到死去的妈妈 男人瞬间怒了 随着一声枪响 坏人也领了盒饭 而她也成为一个真正的侦探